弟子立真有问题 请求师父 他说我的外甥女在工厂工作 他在农历七月三时 给鬼神上身 也包括他的内外祖父母已经往生了 他的祖母说他很苦 那这请求超度他 自杀死的母亲 似乎现在鬼神一直在他耳上来去自如 不知师父有何办法 这是叶利真居宿 这些事情过去在我们念佛堂发生过 我们老林长往生的时候 他的冤情债主也是附在一个同修身上 请求超度 那么他请求的方法 投一个请求皈依 我们给他做了三皈依 然后请求听金 所以我们二楼跟一楼电视每一天播的奖金落相带 就是为他们播放 当时我们说要听金 你可以到五楼讲堂来 他说五楼讲堂的光太强了 他们受不了 这才变通的方法 我们开放了二楼跟一楼 用电视这个方法 24小时不中断 那么他来求你 你就可以比照这些方法 来跟他帮助他 那么最好能够在功德堂 给他立派位 每天自己能够到功德堂去送金 或者是送一部金 念一两个小时的佛号 给他回响 也给他有点气息 你比如说我给你念无量寿金 念一百步给你回响 我给你念十万神佛号 这个一百步无量寿金 以这个功德回响给他 这是专门为他读的 他的愿望就达到了 那么以后这个事情就不会再发生 就没有了 对我认为他能够优先带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